天南地北谈华语 最近我在看一部韩剧 主题非常有意义 你把链接发给我 好看的话我也追 刚开始我觉得有点无聊 又是那种阴间使者阴阳两界的戏码 可是借着往下看 我发现他每一集都在探讨一个社会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是导致自杀率节节上升的原因 阴间使者 社会问题 自杀 怎样把这些串到一起 这就是编剧妙的地方了 剧中阴间就像一个大企业 分好多部门 其中出现屏次最高的两个部门 一个是把亡魂引渡到阴间的引渡部 还有一个是危机管理部 他们得想办法 让那些想自杀的个案 放下自杀的念头 阴间竟然有这样的部门 意想不到是吧 据说地狱魂满为患 这是其中一个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 自杀的人将切断自己与亲人的因缘 和那些因意外或他杀而死亡的人不一样 所以得想办法阻止 这剧编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中有两集我看了心情非常沉重 甚至有一晚睡觉前还哭了 至于吗 不就是连续剧而已吗 社会问题并不远 其实都是你我身边已经正在和将继续发生的事 那么沉重 我不太想看了 编剧也好 导演也好 真的是费尽心思 他们出其不意地在剧集末尾安排一段后继 后继 幕后花室吗 不是 是剧集中没有播出来的剧情 都是些比较轻松搞笑 或是温馨感人的一幕 啊 后面安插一个搞笑画面 那不是很不搭吗 我觉得是因为剧集的故事太沉重了 所以安排这样的后继缓一缓 能想到这样的桥段 我觉得他们非常用心 连我这个看剧的人都觉得出其不意 成语出其不意 只在对方没有意料到的时候采取行动 原来只作战时 在敌方意料不到时进行袭击 现在犯指说话做事出乎人的意料 昨天谈的成语出其至胜 出其招而至胜 其是奇特的其 但是今天谈的成语出其不意 其是其他的其 在这里表示他的 其可别写成奇特的其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入口